進去之後,雖然是空白的 但是呢,您看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三個 群組、課程跟發現 其實一般標準的,您進來之後應該會是在發現裡面的課程 您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發現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些 已經有人 公開的 所以您在發現這個選單裡面所找到的 其實都是人家公開的 等於說我的課程 我 不要設為私人的 別人也可以看 所以就會出現在這裡 那您從發現裡面所看到的第一個 所謂的單元就是 一個一個的教材 比如說一則影片 一篇文章 像這樣 那課程 就跟老師平常的 可能我一整個學習的課程 羽毛球課 那我裡面也許有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 有什麼樣的教材在裡面 它裡面就包含很多 那群組的話呢 比較像各位在Trump Class那個概念 Trump Class是一次一個班級 所以在那邊是不是做班級經營 所以 這個群組就是有點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如果以我們今天的需求來講 其實老師就是 您只要有自己的課程就好了 也就是你的 課程裡面 我會有包含可能是 網頁上的 這個內容 文章 也可能是影片 是不是就這樣 對不對 所以您點到課程這裡 點到課程這邊 預設就是在這裡 那我點到 這個群組 你也會看到有很多我的 因為我有分享很多 哈哈哈 我也有整理一些 所以像這樣子呢 你這些 您所看到的 如果說 比如說 大家如果像 一般像國中小 他們會有所謂共備 共同備課這樣的概念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也就是說老師的自己的 整理好了 我跟其他老師 一起分享 這樣也OK 這樣你就不用再整理一次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好 了解了這個發現之後 我們來看看左手邊的 是不是還有兩個 這兩個呢 就是您自己建立的 或者是您加入別的 也就是說發現是全部 這個OneNote網站裡面 全部公開的 但是你不見得每個都有加入 對不對 所以呢 您如果有喜歡的 您加入了課程 或參加了群組之後 點到課程 點到群組 有沒有發現它一個叫建立 就是你自己建立的 或你加入別人的 就像這樣子 好 所以 先我們分清楚了 我們在OneNote裡面這邊 它所 就是 主要的功能 就這三項 好的 那我現在呢 在這邊 這個怎麼升級 PRO帳號 我們就不用看了 那麼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看 您的引鈴教材 要怎麼建立 首先第一個動作 一定要有一個課程 一定要有課程 所以來 麻煩老師 您進到我們這邊 課程課程 上面這個課程 課程這裡 選擇建立 您按一下 OK 比如說 您選擇 就是課程名稱 您自己 比如說您教羽球 教游泳 好 就選一個 那老師不用擔心 因為預設的課程都是私人的 所以不會公開 除非你自己去把它打開 所以我就在這邊 我們先 建一個 好 這樣子 那我就按下建立 因為等一下我們一起同步做 這個 算是前置作業 先把你的課程做好 那你就可以體驗 剛剛我所講到的那些優點 對對對 好 有沒有 您先有了一個這樣子 那您看一下我們的右手邊 這裡 我現在這個 是不是公開的 有一個鎖頭 如果你不想公開 你可以按設定這裡 設定這裡 有一個 有沒有 發佈的時候才會有 發佈的時候可以設定 發佈的時候 有沒有設為非公開 這樣您了解嗎 在這裡 右上角 有一個紅色的發佈 你按下去之後 我設為非公開課程 發佈 有沒有變鎖頭了 所以您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公開或不公開 好 這是第一個 您先把課程名稱 先決定好 那您看我再 回到上一層 有沒有 你們的應該看起來會是這樣嗎 還是 還是 還是這樣 你們的 好 看起來也是這樣 OKOK 好 因為它有兩種不同檢視的方法 有沒有 說讀事 因為各位的 真的很少 就這麼一個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好了 不好意思 我的 三百多個而已 來 我的課程是 100多個 有沒有 你知道我有建立的 也有訂閱的 那我的群組 因為班級比較多 所以我有用到三百多個 在這裡 有三百多個 所以我的看起來 會比較可怕 如果用這種方式 會看起來很可怕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清單式的比較多 就這種清單式的 我就看得比較清楚 好 回過頭來 看一下 現在大家是不是就有一個 課程了 但是呢 你要開始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課程沒有錯 但是還需要一個東西 就是 至少要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叫做 主題 這裡 主題 有沒有 你現在進去之後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主題 至少要一個 那主題是什麼概念 你把它想就是一個 資料夾的概念 你看像我的最愛 你也會整理 比如說這是 是羽毛球的 我就放在羽毛球 我的最愛這個目錄裡面 那我是游泳的 我就放在游泳裡面 所以主題就是那個概念 所以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您可以從這裡 新增主題 好 比如說我們找一個 羽毛球 好那我再增加 再增加 排球 好 好 再增加一個 好那我現在有三個主題了 老師如果想要 順序調整一下 可以嗎 可以 千萬不要客氣 請看左手邊 按著它往上拉 有沒有還算人性 對不對 所以您 哪一個 類別 哪一個主題 想要調整順序 就自己拖曳一下就好了 好OK了 老師恭喜你 我們前置注意做完了 剩下的就是你要體驗 如何快速加入 如果快速加入 不好意思 我右下角 我平常都60分鐘 休息10分鐘 好 好先讓他取消一下 太吵了 太吵了 收起來 老師 沒事 那邊有嗎 OK 你現在 老師現在說出來就是說 是 分補道理的課程是 是最上面的 下面就是我開哪些課程 對 應該說 看老師的 整理方法 我還沒有辦法說 所謂的方法就是我一班的課 另外再一班的課 那個就變成班級機能 您要的就是變成叫群組的概念 OK 我們這邊就單純整理教材 整理你的影音教材也好 對對對 所以說最上面的 我這個學期我開了多少課 是要先建立110年 不用不用 老師的教材 我問一下老師 您看一看 如果您 這個學期教的課程 下學期 會不會再交 會 當然會 教材會不會重複 還是 對有可能會增減 但是是不是都屬於這個 所以你前面 對 所以你的教材其實 不用加這個 我今天只是方便 那其實你不用加這個 您就直接 就是你的教材 我的意思不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110年 不是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最上面的就是 黃景要的課程 然後下面就是 就是我上的課程 可以可以 你可以這樣子 那也可以怎麼樣 太極拳就是一個課程 所以上面的 對 也就是說 他這個 這一個 等於是我這個 比如說假設我羽毛球好了 我可不可以就是 羽毛球課程 然後我裡面 我去 分 對啊 110全能度 109全能度 108全能度 所以老師這裡有提到 這個 歷史進攻防守比賽體能 有沒有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看您的這個分類的方式 那如果說 你覺得 我想把所有的東西集中在一個課程就好 也可以 或者是我就把它獨立開來 都OK 只是 他的主題 就是 一層而已 你不能說 我籃球下面 我又增加了好幾個 這個可能在他裡面就沒辦法 目前他只支援一層 只支援一層 所以如果說 我是像剛剛 我們提到的有 歷史防守 進攻 那屬於籃球的 那我就是變成籃球 就是一個課程 然後下面就有分這幾個類別 這樣子 這樣可能在使用上就比較方便 屬存層潮潮這樣子是不是 對 因為呢 如果你還沒有整理好 我們 就不需要發佈出去 也就是說還沒有正式公佈就對了 對對對 好 OK 那現在我們先按一下右上角的發佈一下 表示說 我現在呢 針對這裡 是不是主題我已經設定好了 我要生效了 這樣就OK 來我們按一下發佈 對 對對對 我們按一下發佈 因為現在沒有東西 所以發佈很快 這一下就好了 好然後繼續編輯 這樣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老師 您來找一下 YouTube影片 請您打開您的YouTube 好我們找到YouTube 您先找到 有沒有哪一個影片 你想先加進來的 羽毛球 羽毛球 可以允許老師用語音輸入嗎 老師這樣比較公平 不然你們都用手機語音輸入 我電腦也可以語音輸入 好那我們就找找看 羽毛球太多了 對不對 很好 這裡面呢會找到很多 假設我要帶自己的這個 那你點進去也可以 我看一下它是播放清單嗎 不是它是單一影片對不對 您可以直接按右鍵 也可以點進去之後 再來 好討厭喔 有這個嗎 沒有沒有 還好沒有廣告 您上面是不是有YouTube網址 我們剛剛有講OneNote有什麼優點 一個網址就搞定了嘛 所以網址請你 Ctrl加C把它複製起來 或按右鍵把它複製起來 好複製 那我現在就回到我們這裡來囉 好所以 麻煩老師您先找到一段 你想要當作教材的影片 先把網址複製起來 我現在用的就是OneNote的標準的方法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啦 這並不是最快的 但是等一下你還可以再體驗一下 更快的方法 好老師都找到了嗎 找到了來 我們看看因為是羽毛球 就加在羽毛球這邊 您看 這個主題的右手邊這邊有個加號 按下去 新增單元 對 那它的單元類型其實有很多 您可以看到這裡 影片 是OneNote裡面最大眾的 那如果你是網頁當然也可以 網頁也可以 那我們就預設影片就好了 然後呢 單元名稱 老師不要那麼無聊 在這裡打 進去就好 進去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好來進去 好純層草稿 有沒有 老師有沒有到這個 這個步驟 那您把我們剛剛影片的網址 請你把它貼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個影片網址 請你在這裡 按下 Ctrl加V 按下Ctrl加V 或者按右鍵 有一個貼上 你把它貼進去 來看看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自動幫您找到標題 有沒有 標題抓到了 所以如果您確認這個 好 我就點下去 有沒有就上來了 當然這個標題 如果您覺得它下的不夠 符合你的需求 不會改 可以了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叫做 指定播放的起氣點 有 我這個影片總共8分鐘 8分17秒 可是我不想要從頭看 您就自己用拖曳的 拉過來 拉過去 當然你自己要先知道 那個 那個時間點在哪裡 我先隨便拉一下 好我們再往下看 有沒有一個單元說明 什麼是單元說明 我們看一下 您往下走 YouTube影片 這個剛好沒有 這個剛好沒有 有有有有在下面 這裡 它有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在這裡就很方便啊 來 你看單元說明打開 有沒有不小心 這裡就有了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 沒有這裡喔 後面還有喔 你以為它只抓這裡 人家後面很多 只是因為欄位不夠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顯示 沒有那麼多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你又可以多很多時間運動 呵呵呵 省價很多時間了對不對 來我們再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縮圖 有 有沒有順便把你抓好 有 這樣老師感覺到 原來整理資料 好像很輕鬆的 好我們就 來下面這裡 這裡的話呢 是給學生用的 所以 您 有沒有設定就沒關係啦 好 因為他會 他可以指定同學 比如說這個教材他看多久 這就跟Troncast有點像 好但是我們 在這邊並不是要做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儲存成草稿 存下去 好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一個 教材就好了 這樣有簡單 有 真的對不對 來那我們找找看好不好 好剛剛我們用的是不是單一影片 那我們找找看播放清單的 播放清單的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比較好 我看一下 哪裡有播放清單 好我們回頭 找一下看看有沒有播放清單的 我用我的是會有啦 但是 我不太好意思 因為我也是YouTuber 呵呵呵 好來 我有經營兩個YouTuber頻道 都已經達到營利標準 來我的 YouTuber頻道經營方式 我都是用播放清單的 所以 假設 我想要 呃 這個 只有一個 好這個好了 點進去 我看一下完整的播放清單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沒有八段影片 一樣的 老師不要客氣 網址複製起來 就是這一段 好你把它複製起來 所以 老師要不要自己找一段播放影片 如果你自己整理的也可以喔 不見得 一定要是 網路上邊的 對對對 因為OneNote就是這麼好用 所以其實我用OneNote的時間 也大概快10年了吧 但是我必須跟老師講 10年前它就長這樣子了 呵呵 就已經很方便了啦 那時候就算是超前部署了 因為 即使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有這樣功能的 這個 雲端服務 還是不多 喔還是不多 好 那我們怎麼加 來 一樣看一下 假設我 我把它放在這個籃球好了 我把它按一個加號 剛剛我們選擇的 是不是 新增單元 你有沒有看到 YouTube播放清單 直接點下去 好 請來這邊 他就問你 你的清單的網址在哪裡 把它貼上去 老師請問有沒有自動抓到發布 你還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哪幾步 沒有人規定這個清單裡面全部都要接受啊 對不對 你自己挑 你就自己勾一勾 比如說我只需要 三個就好了 好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加入 好你挑選完了 我們就直接加入 有沒有都跟剛剛一樣 這樣就OK了 真的 雖然 還是有在YouTube跟OneNote之間切換 但是老師有沒有感覺你真的只有複製王子 剩下都是公主的事 都沒有了 因為一次就解決完了 我們這樣看的話 其實 標記也抓到了 說明也抓到了 那您當然可以打開 在這裡就可以先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 大概的 影片的內容 在這邊也可以直接播 就是點到那個 影片 有沒有 這個 名稱上面 它在下面就可以直接馬上預覽 當然有一種情形 您要留意一下 如果那一部影片 是不允許 被砍入到人家網頁裡面的 有可能 窗開者會遇到這種問題 因為 有些影片它要求你一定要在YouTube上去看 不能夠在 別人的網頁裡面看 那這裡也會 這也會有出現一樣的情形 所以大部分的應該都還好 除非說它有特別強調它的版權 或者是說它就是不想讓人家 這樣 就是好像 沒有進它網站看 這樣子 OK 那這樣好了 如果您覺得OK的 您就可以按右上角發佈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做了 是不是好 好幾種改變 加入單一個影片 然後又做了 這個 批施的加入 那這些呢 在您還沒有發佈之前 就是您在看的時候 不會改變你原本現有發佈的內容 好那我就按下發佈囉 好 這樣恭喜你 你的教材 就已經先做好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 你看建議好了 這裡 也不用再說了 需要停一下 看看同學 好好好 來來來 我們現在先就讓 老師這樣 練習看看 對對對 好OKOK 沒問題 有些市長可能 沒有發佈上 好的好的 這樣會 幫我們確認一下 好 因為 我們自己 下去主要就是發現大家 最大問題就是播放清單 其實影片也是一樣 設成私人的 通通都不能看 不管是誰 其他的城市 或者 使用者 都不能看您的 好 只有 設為公開 或者是不公開 這兩種前線的 玩弄 才可以幫您 去把資料 列死了出來 OK 好 這樣子大家 基本上的這個 影音教材的建立 是不是OK了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 測試一下 對不對 要馬上測試一下 那我建議大家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過 OneNote是不是有一個功能 叫做 可以指定播放的時間 起器 有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沒有設定的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下 像我這裡是有 你看這裡 我是沒有指定播放時間 所以呢 它的時間值 原本8分鐘只剩下 4分20秒 好那我就來看這個就好了 那怎麼看 我們看一下 當你按了發布之後 已經有確定 我已經是 可以了 你看在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課程首頁 也就是說你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是 您的 編輯的 狀態 那你要看你的教材 必須要進入到所謂的課程的首頁 在右手邊 你把它按下去 它會另開一個視窗 好 進來了 那 這個是你課程的首頁 那麼你進來了之後呢 它當然是可以看到你的這些內容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綠色的進入課程 右上角 右上角這邊 你把它按下去 好 好 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現在是這一段 等於說 這個是學習的 好就是您看教材的地方 那我按下去囉 我們來看看它從什麼時間 開始播放 那它 會有一個單元說明 單元說明呢 就會自動把 剛剛的影片的 說明有沒有列出來 所以如果您不要那個 YouTube上面的那些單元說明 這也可以自己改 那同學進來看了之後 他就知道 這段影片 您要他看的是什麼內容 所以這個您可以自己修正 好你看我播放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從一分多鐘開始播 對不對 剛剛忘記電視 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 播放的時間點 有沒有從 1分30秒 39秒 到 5分59 對不對 所以剛剛這裡 這個 確實是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看後面 我到 5分59 所以我們到這裡 好51 那我再把它播 我們看到這個時間點會不會自己停 有沒有自己停 我沒有偷偷按 這樣有沒有比較聰明一點 所以說其實這個對老實來講 其實就很大的幫助 對 好 那這個 就很重要 那您看看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可以做筆記 對不對 然後剛剛還有老師提到一個問題說 那我可不可以 在 剛剛這一種 就是說 他今天 比如說影片在播 那我要講解動作 我暫停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在上面 像我現在一樣 就在告訴他 這個動作的重點在哪裡 腳要擺哪裡 比如說進攻的防守位置 那些 可不可以在上面做 把這個畫面可不可以存下來 可以的 後製 對 不用後製 你可以直接當作是你的筆記 那下次呢 你 打開這張圖的時候 影片會同步跳到這個時間點 這樣很重要吧 講解比賽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老是記得他每個動作在哪裡 那你就瘋了 因為比賽裡面有很多重點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記錄起來 那 這個功能 要搭配您的 那個剛剛有講到一個功能 叫做 OneNote 擴充工具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裝 所以待會我再講這個功能 好不好 我先講這個文字 先講文字的 您可以看到文字的 假設在這邊 我們就跟他提醒說 好 這個動作很重要 OK 您看 我現在的時間點 有沒有在3分59秒 當我按下確定的時候 您來看一下 按下確定 好 您有發現了 有沒有一個筆記在這裡 是在什麼時間點 是3分59秒 所以今天 如果我已經看到後面了 那我想要跟同學回顧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馬上跳回來 只差在 你有用擴充工具的時候 我不只 可以文字 我還可以是圖片 可以回溯 對 而且 筆記不能只有一格 我可以很多個 那你有錯了 可不可以編輯 可以 你可以重新再來把這個文字做修改 但是圖片就不行 圖片因為 你要再重抓一次 這樣 有感覺到 玩弄比較人性了吧 當然 如果你都沒有 這個的需求 沒關係 您可以 把上面這個地方 把筆記把它藏起來 因為 我們現在這裡是佔比較多空間 你如果不希望它打擾到你 你就把這裡關掉就好了 所以右上角這裡有個叫隱藏筆記 有沒有感覺這樣比較乾淨一點 有 所以單純你只想看畫面的 你就用這個方式就好了 那如果想 邊看邊講解 就打開 這樣就很方便 那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些都是目前 Trump class做不到的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子 您就有體驗過 是真的 OneNote在這一塊 是真的相對 有解決老師的痛點 好 那這一段我先到這邊